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以分裂国家罪 逮捕起诉 南韩总统访美 网非投25亿美元促进南韩营业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6日 星期三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5日拜登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的年任竞选 美国常识学者认为 在民主党内很难有人再去代替拜登 拜登和川普很可能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进行第二次对决 无论哪个连任 对未来美国社会的走向 对华战略及对国际的影响 都成为全世界觸目的焦点 请看报道 当日早上 80岁的拜登肯发布的视像中表示竞选连任 并展示了2021年1月6日事件的相关图片 并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 称全国各地的Mega極端分子正在排队 要对这些作为基石的自由下手 拜登借话 四年前我竞选总统时 我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中 我们现在仍然如此 每一代美国人都面临着他们必须捍卫民主的时刻 目前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第二个任期结束时 他将年满86岁 大多数美国人不看好他作为总统的表现 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謝田认为 拜登在白工的这段期间 美国经济一直是属于微微不振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并且政府在政治正确和左派极端主义方面 导致同性变性、性变态的那种做法 美国民众已经对他的政绩表示强烈的不满 高达60% 70%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去竞选总统 我不认为拜登这个时候要宣布竞选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 并且他的年龄已高 这些精力和体力都完全不如从前 也并不适合成为美国的三军总司令 民意调查显示 很多民主党人中公众也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 和是否适合担任公职 而去年11月 川普就宣布参加2024的竞选 现在已经获得了共和党内保守派民众的大力支持 川普在竞选前的民调中 常常高出第二名的人30%、40% 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最佳人选 对于拜登在任内表现和川普能否赢得大选 謝田认为 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所开启的美国再度偉大 使美国回到正轨 美国在川普治下 不管是在经济、军事、整个对国际社会、美国的尊重方面 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二任期虽然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但是他在卷土从来回归路上 已经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我认为拜登根本就没有任何赢过川普的希望 四年后 拜登与川普竞选和四年前有什么不同呢? 美国常识学者方偉认为 首先,拜登执政三年下来 这个政绩其实可以说是佛善可尘 美国的通货膨胀、南部边境犯罪率等等这方面 这都是影响到美国人的钱包 和他们的撤身利益的政策 按照美国传统的政治经验 这会是一个钟摆效应才能做了四年 既然经济没有比以前好 选民就会换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 是对川普有利 对拜登是不利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形态之争 现在美国的总统之争已经是以色形态对以色形态 美国激烈的价值冲突的一边 就是代表美国传统的共和党 另外是代表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之间的角逐 这样两党的选民情况对大选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方偉认为 民主党能够倚靠的 就是不断地从学校毕业的 已经受到他们强大影响的年轻人 甚至民主党自己 也受到就极左派的影响 一方面是对生活 对经济不满的美国的成年人或者老年人 另外一方面 就是越来越拥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 在某个意义上 这方面的对决 是决定2024大选的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这两个因素多强 会决定到2024年的大选结果 美国问题专家藍述则认为 2024年大选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 他说 对于拜登来说 他的支持率能否从目前的状况有所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经济今后一年多的情况 以及整个通货膨胀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而对于川普来说 他的支持率能否在目前的状态下能够继续提高的话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成功的 应对他目前所面临的几场司法官司 目前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危机不断升级 俄乌战争以及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以及对台湾的潜在入侵威胁 是当前和下任美国总统将面临的挑战 资深媒体人旁中认为 美国两党无论哪个执政 在国际政策上会继续联合西方民主世界 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对中共在政治、外交、军事、高科技等方面 进行全面围堵 这个对中共来说无疑是个恶梦 都要证明 自由世界是不可让中共这类邪恶政权挑战的 会让中国民众感受美国的民主灯塔之缸 中共驻法大使劳沙野 在法媒专访中否认 前苏联成员国主权国家的地位等言论 惹怒欧洲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随后称劳沙野言论不代表中共的立场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 对大纪元表示 劳沙野并不是一时讲漏嘴 而无论的回应則具欺骗性 请提报导 袁茂春4月25日表示 劳沙野认为 乌克兰等14个前苏联国家 没有主权国家地位 不见得是一时讲漏嘴 而是反映了中共内部 对国际局势的一些根本的看法 他说 中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是 整个世界秩序 是由西方主导的 对共产主义国家是敌事的 所以邓小平说 要韬光养晦 要臥身尝胆 翅膀掌硬了之后 就要改变这种局势 这样习近平现在就觉得 国际法和二战以来 存在的世界秩序 中共要去推翻 劳沙野说的这些话 反映出这种心态 袁茂春解释说 苏联跨台之后 那些加盟共和国成为了独立的国家 但是劳沙野说 这个还没有定 没有什么国际法 因为他认为 国际法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定的 他觉得不公平 中国要去重申塑造世界秩序 这个话习近平说得很多了 叫什么全球治理体制 他觉得中国要起主导的作用 袁茂春说 不仅劳沙野 中共的很多发言人也会这样说 中共在联合国也这样说 习近平到莫斯科去会见 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也要说 这个反映出中共的一种一贯的思维 所以我觉得是劳沙野偶然说漏了嘴 就劳沙野言论引发的风波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铃 在4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北京尊重前苏联成员国 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还说这个说法才是中共官方立场 袁茂春表示 中共发言人毛铃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 毛铃在记者不断的追问之下 没办法了 这就是中共外交一贯以来的欺骗性 说一套做一套 他如果真正认为中国政府尊重前苏联 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的话 就应该其次鲜明地谴责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入侵 袁茂春表示 卢沙耶的说法 还根本上和中美对抗亦有关系 他觉得美国对他的这种红心左手左脚 所以将美国作为他的头号敌人 什么事情都往美国身上推 而中共的根本目的 不是要将世界建立在更加公平 他的国际战略是要自己做世界大佬 袁茂春表示 其实美国代表的并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立场 而是全世界一大批国家 包括欧盟还有很多亚太地区的国家 盧沙耶的言论引发欧洲的全面谴责 近80名欧洲议员24日 在法国《世界部》发表的公开信中 呼吁法国政府尽快宣布 盧沙耶为不受欢迎人物 袁茂春表示 中共的外交行为非常荒唐 其一整套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都是如此 并非个别人的外交能力问题 但是中共这些外交官到处惹事 正好让世人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 这些中共高官 说出的话就反映共产党的斗争意识 他的猛烈主义的看法 他将世界都当成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 所以他要搞全球战略 要从事世界秩序 22日在郑州的城市职业学院 学校领导在大雨天召开军训动员会 期间在台上大放缺词 有领导站在有顶棚的主席台上 对站在大雨中的学生们说 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这里 站在风雨里面 引发台下学生起控嘲讽 要求领导下来淋雨 面对青年学生不买仗的局面 发言领导只好为自己打圆场 对此有网友称赞话 这些反抗当权者的做法 令他们感到从一代年轻人身上 看到希望 请看报道 而在中国各地 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对中共政府的造假宣传不再埋仗 青年学子秦杰表示 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是小粉红 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 他感到越来越困惑 在2009年 他通过学校走廊上执到的 一张写着天灭中共等字样的纸币上的信息 翻牆搜索到很多大陆看不到的新闻 秦杰说 我看到了中共如何制造了天安门的自焚案 如何制度自演、构陷法轮功 我理解到 共产党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卑鄙无耻的人 法家就是靠抢骗、贩卖毒品、贩卖人口 我仿然大悟 中共根本不是为全中国人的幸福而奋斗 后来秦杰到了美国 在今年的4月25日 秦杰参加了纽约法轮功学员紀念4.25 和平上访24周年的游行 他说 跟着那个退党中心的游行队伍一起过来 然后我就感觉到城市空前 非常的激动 若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感受到这种团结一致 然后一种万众一心的激情 你知道吗? 在这边听到男女主持人介绍这次集会的一些事宜 然后想到共产党 共产主义如何的卑鄙无耻 如何的即将走向灭亡以后 感觉到全身带来了力量 然后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以前一直是孤军奋战 然后今天能够亲身感受到 共产主义确实要灭亡了 共产党确实走向末路了 我们中国确实靠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我们绝不会放弃战斗 绝不会放弃奋斗 直到共产党灭亡 中共最高检察院官方微博 25日发布消息指 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 以涉嫌分裂国家罪 对杨志渊批准逮捕 中华民国陆委会表示 陆方逮捕台湾民众 是严重伤害台湾人的权益 请看报道 杨志渊今年33岁 是台湾民族党创始成员 并在2019年接任党副主席 这个党主将台湾人民 有权要求公投建国 杨志渊的推特自介写道 坚持独立自主 坚决反共 华人共荣 他也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 据信 杨志渊去年8月被诱骗到中国大陆 参加为企比赛或从事商业活动 之后被逮捕 去年8月3日 美国前众议院以掌佩洛西江离开台湾 中共当局当日宣布 浙江省溫州市国家安全局 对所谓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 杨志渊实施刑事俱全审查 4日 又以杨志渊因涉嫌分裂国家犯罪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将他从刑事俱全审查 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 星期二被问及此事时 呼吁北京尽早让杨志渊回到台湾 他说 只有对人权做好好的保障的情况下 我们两岸的交流才能更加稳定 而且更加健康有罪 台湾陆委会25日表示 有关杨志渊遭中共关押一事 自去年8月预金 我方已经多次透过管道向陆方表达 应该尽快安全释放杨志渊 为陆方君母正面回应 有关杨源自去年8月 遭中共有关部门限制住居 拘留及批准执行逮捕等措施 台湾政府均有掌握 除了与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必要协助 政府再次重申让缘无罪 呼吁中共应尽速释放让缘回台 陆委会指出 鑑于近来一再发生类似案件 在两岸疫情逐渐催缓 双方人民都希望 两岸恢复正常往来之制 陆方示意逮捕台湾民众 严重伤害我国人权益 制造恐惧 势必不利两岸间交流活动 陆委会要提醒各人 于附陆前应认知 中共对于人身安全 随意侵害 习以为常 无必审慎评估相关风险 以保障自身权益 中共势意逮捕台湾民众 包括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 台湾平东远方辽乡 乡政顾问李孟居 台籍学者郑宇欣 及林营人士蔡金树及施政平 君曾被中共以电视认罪方式亮相 今年3月八旗文化总编辑 副冊李彦河 3月回上海探亲时 被中共秘密抓捕 在南韩总统韻石月 访问华盛顿之際 美国主流媒体巨头网飞 Netflix宣布 加倍投资南韩影视行业 公司计划在未来4年内 投入25亿美元 製作更多韩剧 电影和真人秀 规模达到2016年以来 投资额的2倍 请您报道 在4月24日 韩石月访问美国的第一场正式活动 是与网飞共同CEO 薩兰多斯进行会晤 薩兰多斯 在与韩石月会面期间表示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我们对韩国创业产业 诞生精彩作品的前景充满信心 最新消息突显了娱乐巨头网飞 越来越看好韩国内容 原因是与韩国乃至亚洲相关的影视内容 正在受到全球粉丝的欢迎 根据最新财报 网飞今年第一季度 在亚太地区增加了146万付费用户 亚太已经成为该公司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 潜概、网飞方面表示 目前在流媒体平台上 观看次数最多的十部非英语电视节目中 有四部是韩语 其中包括由《鱼游戏》、《黑暗荣耀》等知名劇集 回伍网飞高管期间 韩石月对记者说 薩兰多斯形容网飞与韩国节目制作产业的关系 就好像韩美同盟 我亦深感认同 韩美同盟守护自由价值 而文化是守护与推展自由的必要条件 当日白宫方面声明说 借助这次访问 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 将是韩国领导人这次访问的重点 美国当局感谢韩国 对援助俄罗斯的承诺 此外 双方也会宣布 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的共识 響与美国公司签署合同之后 韩石月提到 这把新投资不仅是对美国公司 网非有利 而且对韩国的内容产业和创作者来说 都是巨大的机会 NBC报道指出 对于韩国影视行业的投资 正在帮助韩国获得更多经济优势 会计和咨询公司得勤2021年的报告显示 韩国流行产业的扩张 在当年为全国带来5.6万亿韩元的经济连锁反映 和1.6万个直接就业机会 并且进一步为韩国其他行业带来2.7万亿韩元的利益 例如食品、美容、时尚和旅游 根据韩国商业联合会最近的一项调查 与2000年代初相比 直至2023年 韩国流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展现力 增加了40多倍 未经济开发生 未经济穷 未经历回忆 未经济会 未经济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